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个皇后区植物园 对于刚从拥挤热闹的法拉圣市中心走过来的我来说 真的是耳目一新 皇后区植物园是一个城市绿洲 占地39英亩 它规划得很棒 拥有美丽的花园 并提供创新的教育计划 以教育大众关于园艺跟环境的保护和管理 刚进来真不知道从哪里先走才好 看到这小潮流水 觉得心旷神怡 过了这小小桥再说吧 什么是绿色屋顶花园 它就是在上面铺了六寸厚的土壤 种植一些植物 这些土壤和植物会吸收雨水 可以防止污水流入本地的水道 为下面的建筑物隔热隔音 能够节省能源和保持宁静凉爽 同时也可以让一些小鸟 蝴蝶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 在这里栖息 市场一个城市里的每一栋房子的屋顶 都是绿色屋顶的话 那有多环保 还有生机勃勃 围绕着溪水两旁 各种生活的小故事正在上演中 小女孩的花落入溪水了 一位奶奶正在教她的孙子 如何过溪 她的花园包括各式各样的草本植物园 儿童花园 玫瑰和多年生花园 蜜蜂花园 以及最漂亮最浪漫的婚礼花园 等十多座花园 植物园的前身是一个灰烬填埋场 它在1939年世界博览会上展露头角 那个时候只有5英亩 到现在扩展到39英亩 那它是一直致力于维持生态平衡跟环保 哇 这片广阔的灵地令我眼前一亮 有粉红色的樱花也有白色的 这一大片美丽的樱花树林跟宽阔的草地 真的是美不胜收 这和平洋的团队 可惡,可惡,可惡 哇,是新娘耶 听到还有两个小女孩的尖叫声 他们比这一对新人更兴奋 小花童 还有新郎 还有伴郎 那两位小女孩太可爱了 还在尖叫 那两个小花童也是好可爱 这就是婚礼花园 它被塑造成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花园 拥有一条小溪流 一条人形天桥 还有一个凉亭 美丽又浪漫 美丽又浪漫 有个小的时间 女孩赢 我有一个假图 这位早餐 有个小的城里 有什么红柿 都在里面 豆腐 也不用这边 但我 harvested 那些人 都在睡眠 他本身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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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 今天很幸运的碰草 亲眼见证了这一对新人的爱情结果 等一下会有一场婚礼进行 我好后悔没有留下来拍 这一代的走道跟小径 阶层弯曲 我绕了一圈又一圈 绕的首次来访 又路芒的我一头雾水 即使一直暗图所记 最终我还是迷路了 不知身在何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索性绕着绕着 也绕到出口处了 感谢观赏 请点赞、分享、留言和订阅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